据美媒报道,日前,多名美国资深政府官员透露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曾多次私下提议美国退出北约,报道称,当特朗普首次提出美国离开北约的可能性时,这些官员并不确定他是否是认真的。据悉,自那以后,特朗普曾质疑长期联盟是否仍然具有相关性,并公开谴责盟友对国防支出的影响,并多次表示希望美国能退出北约。 报道称,去年7月,再一次北约首脑会议召开之际,特朗普告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们,他认为与北约的联盟是对美国的消耗。 报道还称,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认为,特朗普频频提出要退出北约的决定,似乎是朝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他们对此感到担忧。 一位北约成员国高级官员15日表示,北约方面2018年努力工作,以说服特朗普继续致力于北约联盟。 据这位官员表示,他们担心的问题,不在于特朗普完全撤出北约的想法。 该官员补充说,他们讨论的重点是确保特朗普能够尊重北约组织章成第五条所规定的伙伴国,共同防御承诺。 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承诺,北约将陷入勘患。 这位官员描述了确保特朗普与北约方面,保持一致的努力。 1999年,北约庆祝成立50周年,曾有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持峰会。 北约原本打算今年4月按照这个模式,在华盛顿举办成立70周年峰会。 但后来决定将级,改为成员国外长参加。 北约领袖后来决定,峰会还要举办。 但时间延到今年年底,且必点避开华盛顿。 12月27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答记者问。 记者,我想问一个关于中美丹军关系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因为和特朗普总统与面不同提出了辞职。 他在辞职信中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挑战。 美国必须和盟友共同应对中俄挑战。 请问对此作何评论,对马蒂斯部长的继任者有何期待? 无间,美国国防部长轮换是其内政。 我们在对马蒂斯部长在辞职信中对中方的不实指责。 同时,马蒂斯部长任内为推动中美丹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系,做出了积极努力。 我们表示赞赏,中方期待。 在沙纳汉代理部长任职期间,中美养军关系能够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俄罗斯护卫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俄罗斯正在研发射程超过45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最新型海基口径M巡航导弹。 俄罗斯官典报9日报道称,俄国防工业赠核体消息人士称, 这一新型巡航导弹正处于科研阶段,俄国防部已拨出相关费用。 口径M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经被列入2027年前的国家军备计划中。 在这一军备计划结束前,导弹应该交付俄罗斯海军服役。 报道称,口径M巡航导弹,在最大射程和尺寸方面,都与以服役的口径导弹不同。 战斗部重让将从目前的500公斤增至一吨,射程也由目前的2500公里,增至4500公里以上。 新型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摧毁地面目标,能够携带常规弹头和核弹头。 而战略与技术分析中新专家瓦西里卡申表示,这将是世界上射程最远的海基巡航导弹。 而军事专家安东拉夫罗夫表示,新型巡航导弹封大射程,将大大提升海军的威慑能力。 刘玉鹏,新华射时加装1月16日电提,文斌生前所在部队,端造新17铁军,李清华,邹瑶,刘晓红。 去年比的一次快区联合演习中,第82集团筋谋和成旅的副连长张兆良带领侦察分队,连续侦察40多小时,发现蓝军20多个重要目标,并带领破胀排批出两条通路,有利保障了红星开进和夺取演习胜利。 最终,这个旅许的所有参加演习旅队评估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演习后荣立翻等功的张兆良说,是老班长武文兵,不断激励着我前进。 2008年,部队服督家宴参加抗战救灾,主动推迟婚期的武文兵联系奋战,终于劳累过度牺牲在抗战救灾一线,被中央军委授语,抗战救灾英雄战士荣誉称号,英雄离开已十余年,其生前所在部队几经调整,但英雄精神从未褪色,仍激励着官兵勇往直前。 在武文兵生前所在联队,每周评选学习武文兵标兵战士,每月评选武文兵是优秀共产党人,每年清明节,武文兵牺牲纪念日等重要日子,部队都要组织官兵,重温如党誓词,观看当铁战士武文兵影片,缘怀英雄,激发斗志,我们注重把英雄的精神传承发扬,渗透到练兵备战中,助救官兵不怕困难越勇的英雄感气和血性品格。 吕正伟林光亮说,这个吕的前身,唯有铁军内衣的夜挺独立团,敢当先锋,敢打头阵。 新时期,他们围绕新编制,新装备,新特点,持续推动部队练兵备战和转型建设深入发展,大幅提高实战化作战能力,官兵们积极把武文兵勇不服输的精神融入训练,掀起了正当兼兵的练兵热潮。 我们是铁军战士,是武文兵生前所在部队,必须拿第一。 一,指挥通信联班长王德鹏说,当接触新装备时,由于专业技能薄弱,建立通信网络屡屡屡失败,王德鹏一度想放弃专业。 此时,屡屡广泛组织还展新装备培训。 借此之机,王德鹏策谱钻研,场合中完成通信网络建立用时大幅缩短,成为部队转型建设兼兵,面对部队转型,装备更新等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难题。 这个屡党委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内容体系,组训方法,质量指标和评估标准,逐步行承包含作战指挥手册,能力指标体系,作战能力评估标准等十一项成果。 在十二国参加的国际军事比赛,负270118,也占吹是项目100米固定大位无一托射击比赛中。 来自这个屡的四名中国参赛队员,以115环成绩,夺得团体第一。 其中,队员陈晓都取得满环的单人自豪成绩。 去年的集团军基础训练兼查考核中,这个屡首长机关好和课目全部优秀,分配近20个参考项目及格率100%,特别是单兵单装综合演练课目全员优秀,总成绩位居集团军第一。 如今,这个屡官兵一门心思谋打赢,新年开戏后的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据美人社2018年12月26日报道称,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期待叙利亚政府在美军撤离后接管其目前部署的地区。 报道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瓦强调,叙利亚东部的领土应根据国际法移交给叙利亚政府。 他说,俄罗斯不清楚美国计划同叙利亚撤军的任何续节,但他补充说,如果得以实施,此举将有助于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 莎哈罗瓦在吹风会上说,如果撤军,将被局势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令盟友感到意外,并导致他的人民高级驻守此时。 美国在系东部盛产石油的地区,对叙利亚库尔的武装,提供持续四年的支持。 美军撤出后,该地区将成为各方争夺的目标。 资料图片,部署在叙利亚的美军斯特拉克轮式战车。 图片来源以网络,资料图片,在土区边进行集结的土耳其陆军装甲部队。 图片来源以网络,土耳其政府称,正在与美国合作协调撤离行动。 但仍决心从系东北部的曼笔记,清除与美国结盟的库尔的武装,在被问及土耳其对该地区发动袭击的计划时。 莎哈罗瓦回答说,俄罗斯和土耳其,已经密切协调在叙利亚的行动,包括军事反恐行动,但它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 报道称,近期,土耳其一直让人,要对霍尔的武装发动新的攻势,后者与美国合作,把伊斯兰国组织,赶出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大多数地区。 土耳其认为,去库尔的武装是恐怖分子,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不断向骂笔记交续转移。 土耳其军队也继续向边境,以及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管辖的地区派遣坎克,火炮和其他装备。 编译赵飞飞,资料图片,霍尔的武装逆兵,图片来源于网络,近日,印度一名外卖人,被罢偷吃顾客的食物,吃了几口后,还重新密封了外卖盒。 印度外卖公司Omato随后表示,已经解雇了这名外卖员。 赵泽视频拍摄于印度南部地区的马杜莱士Naduri,视频中的男子穿着OmatoT恤,坐在一辆摩托车上。 他身后放着一个红色大包,证明男子吃了几口手中的盒饭,然后用重新把饭盒封好,又从红色大包中,拿出另一盒吃了起来。 吃完再把盒子封好放回了大包的塑料袋中,最后他撕下一段胶带,封上了塑料袋。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use coupon codes all the time, watch your end, pick, Twitter, Tom KJ5191,协尾Twitter帖子用户名 at Modern Clinic, 赵泽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火了,有览量达到数千次。 印度外卖公司Omato周一12月10日,表示,视频内容属实,那名男子确实是该公司的外卖员。 Omato在声明中称,对于擅自使用顾客摊点的行为零容忍,已经解雇被曝光的外卖员。 声明还指,他们将采取措施,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件,包括引入房开封的交代,加强员工教育等。 事件发酵后,有推特网友表示,外卖公司解雇外卖人理所应当,但也有网民觉得处罚过重。 一名网友说,把包装做好,给他们足够的薪水,最重要的是给他们休息时间,停工或警告处罚就足够了。 作者,克里斯布拉姆维尔·Chris Bramwell,BBC用户衍生内容,及社交媒体团队,BBC Account Social Move, 华盛顿国家动物人的熊猫直播镜头,国家公园的洗手间,与探索太空的美国太空总署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都因美国政府部分关门,而激进平摆。 一名主党参议员,与总统特朗普,就每末边净想57亿美元的预算争方相对,互不相让。 美国政府从去年12月22日开始部分关闭,此状况进入第三周。 它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什么直接影响,对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又意味着什么? 政府停摆期间,正值圣诞与新年假期的出游旺季,美国国家公园维持开放,但停止所有非紧急服务。 公共特索倾斜、垃圾清理、道路维护和游客中心的服务全部停止。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由于公共特索关闭,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游客在路边携手,造成卫生隐忧。 由于道路缺乏维护,加州的红山河国王峡谷国家公园的公路结冰,导致车祸频发。 华盛顿国家广场与白宫附近的联邦公园区域依然开放,但垃圾桶里的垃圾堆积如山。 华盛顿客区需要调动地方预算来清理垃圾。 史密分尼协规旗下的16家博物馆全数关闭,包括平常游人如知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宇航与太空博物馆、非美国人博物馆等。 这一项牵动华盛顿人民心情的影响,要属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直播镜头关闭了。 大熊猫天天,美乡绿辈辈是本地的大明星,动物园原本每天24小时在网上直播他们的动向。 由于仰赖联邦政府资金的国家动物园关门,大熊猫直播也终止了。 不过动物粉丝们,不必过于担心。 动物园网站的告示指,工作人员还是会为时已照料动物们。 约占四分之一的政府部门未获预算,包括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商务部、财政部等九个部门受到影响。 数以十万计的联邦政府雇员,被迫停薪休假,只有被认为必须的雇员才会继续上班。 但他们的薪水并不会转时送达。 以太空总数NAFA为例,95%的职员被休假,只有保障NAFA人员和财产安全的职员才会继续上班。 正在太空运行的太空船与其收集的数据都属于NAFA财产。 因此,国际太空站的运作目前一切如常。